白河水口是全台湾威力的 特定水土部市区的水口 立正到团团人士 改发到团团人士附近 医疏有不同的开发 为了买来清双坡地 水管地甘母维法开发的进行 仗有最后团团人士也特别增弓性坎 刚才在团团人士 双坡地大民族的政典 提出这期 也计判政府可以检业把关 劈免白河水口受到破坏 数目断头 这个土石裸露 大面积的整地 那我们希望市政府 还有中央经济部 农业部都要好好的来 散尽他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责任 为了白河关南丁三的 地合团的土地 以前有环境保护团体的 计划意书有不同的开发 经过上关单位 粗布林顶新农布用途 为了要了解双坡地 最原地甘有维法开发 在和尚后环团林书 在北前后很坎关心 我们希望国内更多的环保团体 能够了解山坡地保育 还有这样子的整地 到底是不是合法 或者是在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如果暴雨 会不会造成土石流失 会淤积白河水库 因为这个位置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位置 在关子林段八九点四五还有九四点一九四点二 这个土地都是在水源区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要严格把关 应该禁止不当的山坡地还有水源区的开发 山坡地我们有看到两地 两地都是过多的开发 一地的时候有申请建立资财数 一地是完全没有申请的什么牌 任何申请高速牌都没有 但是两地都是什么 都是土坡 两地的时候都是全部连根拔起 刷牌都完全是落落地 落落地的时候 但我很欢迎说落落地的时候 那你若信息在那边够了 落后期在那边够了 这落落地的时候 你若大雨冲刷 再土沙会冲到哪里 绝对不会冲到山坡市政府 一定是冲到白河水库的 白河水库是我们台湾为二的 特定水土保住区的水库 第一个是物产所 第二个是白河水库 白河水库最近清医疗合线而已 现在我想这种特定水位 水库保住区的开发 要非常非常非常地谨慎 不要一个小小的高速牌 知内容有不合 现在我们就在开发 经过第二天后 环团民事 读了表达对農业 水口會破壞 記者什麼銀北盒窟窗博多